一场击鼓传话的游戏结束了,ST长生此前的疫苗事件,这家疫苗巨头企业,已经在人们心中没有了好感,人人都在说必须退市,而ST长盛也走出了36个跌停,持仓股民账户和清零没啥区别。 但是在见底之后,再加上消息上吹暖风,比如长行邮运重新上市,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,赶开会都合并够重组,一仰改三观,ST长生直接飙涨七个涨停,股民已经改变了信仰,纷纷追进,坐等发财。 太空的股民在买,之前曼曼差生的也在买,犹豫不决的最后忍不住也进去了,该股的成交额每天都很大,高的时候超过4亿,交易很活跃,而已经出局的还显赚少了,疯狂,真是太疯狂了。 在这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中,谁会想花会落到自己手里,都是认为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力的人。 七个涨停之后,噩耗传来了,退市新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长生。 深交所表示,长生生物主要子公司,存在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生态安全、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、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,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。 深交所启动的长生生物重大违法退市机制,下周一长生开始停牌,而且几天没有出局的股民将是彻夜难眠。 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结束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